近來國內的食品安全問題 常常出現很多問題 而政府也正在加強積茶 新北市衛生局就查獲 這盧家食品 不但用化工級的石膏做成豆花 還使用這洗腎用的電解質液的空桶 來裝這仙草茶 於是開罰了24萬元 而初步了解 這盧家的豆花和仙草 都賣到市場和小吃店 可能已經都被民眾吃下毒了 盧家食品公司倉庫裡 準備拿來做豆花的石膏粉 要賣的仙草茶 全被新北市衛生局貼上封條茶封 因為石膏粉是化工級 裝仙草的桶子是回收洗腎用 血液透吸濃縮液的空桶 業者自有說法 但衛生局確認 確實違反相關規定 先開罰24萬 而事件曝光後 工廠鐵門拉下沒有營業 附近鄰居說 這家店營業4年 很有名 衛生局表示 人體可吸收電解之意 但醫療廢棄物變成食品容器 不知會融出什麼物質 而且化工級石膏 萬一含有重金屬 會加重肝膽的負擔 初步清茶業者做的豆花和仙草茶 都流向市場和小吃店 不知多少人已吃下肚 食安平出包 民眾大探到底還能吃什麼 記者綜合報導 人體可吸收電解之意 這家店營業4年 在家居所 需要 可吸收電解之意 雙方 雙方